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59分 弹幕高清 超清 720p 高清 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广告 广告直击不满裁判判法 假秀成被罚上看台 50% 75% 100vich 0027 b48 qk8 播放模式Chromials 分辨率1920 x 1080 视频狂高 848 x 480 年量50% 视频协议 httpscdnapd 91 bf 948 bb 70 15 340 868 65 b 1490 ea 6a 40 v smtcdns com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21日12点35分 36秒播放流水 RD96 E21C 474C EAD 24C 0161 FA 8B 9A 9170 20 1本地日志 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直击不满裁判判法 假秀成被罚上看台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R-P-U-S-H-V-D-J-0-0-2-G-B-48-Q-K-8-I-N-G-H-T-T-P-E-N-O-S-G-T-I-M-G-D-C-O-M-N-O-S-L-P-L-S-0-4-9-4-8-6-7-6-2-1-5-6-4-0-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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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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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也知道文理市大运会中国女足2比0完胜朝鲜,以全胜成绩进级淘汰赛 但美中不足的是,主教练贾秀全因为最后时刻对第四官员表达不满 被主裁判驱逐出场是否会遭受进一步的停赛处罚 上市本代官方的通知,还原贾秀全级也被罚出场 因赵丽娜被猛气怒吼第四官员 中国女足最近十年,面对朝鲜女足15战仅仅一胜 全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净 第八分钟王胜突入进去推射进脚首开记录 第五十一分钟王珊珊接脚球甩头攻门扩大比分 中国队两球领先,防守方面依旧做得严肃可放 朝鲜队整场比赛获得的射门机会寥寥 尽管如此,朝鲜队员直到最后阶段 也还在全力进攻,试图有所建树 到了商庭捕食阶段,朝鲜队左边路的进攻将球传到门前 中国门将赵丽娜在门线前将球稳稳的抱住 但这无法阻止两名前叉的朝鲜队员继续全力冲刺 直至将赵丽娜狠狠撞倒在立地上 并用脚重重的踢 到了赵丽娜的腹部 比赛暂停 队一进入场地治疗 朝鲜队员明显的故意冲撞门将 主裁判却没有什么表示 站在场边的蒋秀全几眼了 冲着第四官员大喊 你到底管不管 又或许 赵丽娜事件只是导火索 全场比赛 朝鲜队至少有三四四五的办会都逃过黄牌 而在赵丽娜被抓到之前 中国队在半场才替补上场的赵容 累积两张黄牌被罚下 贾秀全你到底管不管的抱怨后 主裁判在第四官员的要求下 特意走过来的即进行了警告 见此情状 中国队教练主成员即不跑到场边 充当和事劳 但尚在情绪上的贾秀全 还是冲着第四官员 比划了一笑自己的眼睛 第四官员立刻用耳机与回到场地的主裁判沟通 贾秀全随即被驱逐离场 根据规定 贾秀全没有出席赛后发布会 下一场比赛会不会被禁赛 上去等待比赛官方机构的通知 重点推荐 亚运女足把强对阵 中国战判过日韩朝祖死亡办事 朝鲜主帅 输球再次深沿热天气让队员状态不佳 亚运中国女足二比邻朝鲜 祸头明进击王双王山山 建功赵荣敏宏